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现实 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出现前 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几乎没有跨越阶层的机会 而且当时的书籍非常昂贵 寻常人家根本买不起 所以这些世家大族就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垄断社会最上层 即便是经历了改朝换代 新皇帝想要重建国家秩序 也需要得到这些传统士族的帮助 因为拥有治国能力的人才 权不都出自这些世家大族 其次 世家大族既是地方上的豪强势力 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依仗的重要力量 在一些特殊时期 士族的实力甚至要超过皇权 比如西晋末年天下大乱 晋元帝司马瑞从北方逃到建康金南京建立了东晋 主要就是依仗了狼牙王室的王导 王敦兄弟鼎力支持 所以当时民间有一句话叫王与马 共天下 这里的王就是指狼牙王室家族 马是指以晋元帝司马瑞为首的皇室 王在前 马在后 孰强孰弱一看便知 除了上述原因外 不少世家大族能在改朝换代后依然兴旺 还有一个重要诀窍 那就是把鸡蛋装在不同的篮子里 世家大族拥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 所以他们的家族中往往人才济济 当遭遇乱世的时候 这些家族在各方阵营中 都会有自家的子弟 这样一来无论是哪方阵营最终取得胜利 都能保证家族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倒 至末了 比如在三国时期 狼牙诸葛是史当地有名的望族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蜀汉丞相 而诸葛亮的哥哥诸葛锦是东吴的重臣 官智大将军领域周末 诸葛亮的族弟诸葛但则是魏国将领 官智征东大将军 诸葛家族在三方阵营中都压了宝 谁胜谁负都不影响诸葛家族的利益 另外还有个著名的例子 就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两个儿子 明太祖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皇孙朱军文建文帝 朱元璋去世后不久 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造反 徐达的两个儿子徐辉祖和徐增寿 分别在建文帝阵营和朱棣阵营中效力 最后朱棣成功篡夺了皇位 徐增寿战争期间被杀 被追封为定国公 爵位是习王纪 作为失败一方的徐辉祖被禁锢家中 但依然承袭了魏国公的爵位 此外 徐达的三个女儿 嫁给了三个王爷 其中有一 各是朱棣 这也让徐家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资本 因此 古代世家大族 之所以能够长胜不衰 除了本身家底雄厚之外 把鸡蛋装在不同的篮子里 显得更为重要 只要还有一个篮子的鸡蛋在 迟早能孵出更多的小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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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